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有些人 怎么样你都无法让他满意 我是你们情感破灭的炮灰 为什么你不能够相信那个感觉 你喜欢我 我不能喜欢任何人 我没有办法 你到底还要惩罚谁 可是你为什么要疯 对不起 我没有疯 但是半夜久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不疯 死掉的那一刻 面具才掉下来 我才看到我自己的样子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香港鬼才导演 林一华的作品 向来在台湾有非常好的票房 跟口碑 她的恨嫁家族即将演出 这个作品其实在当年 是在台湾酝酿排练 然后等了两年 终于要回台湾演了 而且她的女主角谢盈轩 最近入围了金钟奖最佳女配角 今天很高兴林一华 来跟我们分享恨嫁家族 导演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惠玲你好 我们先来聊一下 为什么叫恨嫁家族 恨嫁好像不是台湾 惯常用的词 我刚开始还担心说 其实用国语来讲 大家听不懂 但是现在我想 其实不会 对 因为恨太流行了 所以什么是恨的 大家都懂 那广东话有一个说法 就是极度的 期望的话 就叫恨 就是我很 我很想吃一个什么东西 我好恨食 这个东西 所以很想结婚叫恨嫁 但我小时候 因为看很多的老的一些 广东的粤语片 在电视上 那他有一个散布曲 就第一个叫恨嫁 第二个叫不嫁又嫁 第三个叫早知当初我不嫁 所以三个加起来 我就觉得说 如果一个三小时的戏 可以每个小时演一个段落 会如何 可是后来觉得这个 好像那个野性太大了 所以结果就只选了恨嫁 然后就把家族放上去 可是其实恨嫁 如果用我们自己平常理解恨这个字 在广东话 虽然是非常想要 可是恨 感觉上又有很多的爱恨情仇在里面 又不是全然的只是很想 对啊 所以这个戏的大概的内容跟大纲 可不可以请导演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恨这个字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纠结嘛 对 我们现在说羡慕基督恨 对 所以你都是把前面的那几个很复杂的情绪放在那边 对 所以我们这个戏其实也有羡慕基督恨 就是五个女人为主 那这五个女人就是一个妈妈跟四个女儿 妈妈跟女儿的关系永远都是最好的戏剧题材 爸爸跟儿子的很多时候就是励志 可是妈妈跟女儿就是心理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女性跟女性 他们在我们一个比较父权结构的一个文化当中 对 很多时候他要找到一个自我的话 他还是否定了自我之后去完成别人 然后他才可以得到大家对他的敬重的 就是尊敬的 牺牲奉献那件事情 对 那我们这个戏的妈妈 其实他很奇怪 他是一个从小你可以说 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一个角色 但是他结婚结得很早 那通常大家觉得你结婚早的话 就是代表幸福 而且他也嫁得不错 因为他嫁了他的初恋情人 然后家里的那个背景也非常好 可是恰恰他只是嫁进去 去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太太 还有就是生小孩 而且他运气很不好 在父权的社会里面 他连生四个女儿 对 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到今天 其实还是蛮普遍的 就是如果你一直生还是女儿的话 是 就连报纸的那个C1的那个版面 是 是 有一天你都会有机会上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这是清朝的事情 或许唐朝 或许哪里的事情 其实今天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大女儿生出来之后 他就一直有一个内心的 你可以说原罪 就是觉得说 自己为什么不是儿子 因为如果自己是儿子的话 家里很多的那些悲剧 就不会发生 比如说爸爸的离开 对 然后有了别的女人 然后生了弟弟 然后妈妈把自己关在一个阁楼上面 所以他的婚姻这个事情 就有一个报复的心理 可是这个报复不单只是在婚姻 对 因为婚姻你可以把它抽象化成为说 一个人跟很多其他东西的 一个关系的一个承诺 跟一个承担 对 他其实跟他的家族的事业 结了婚 他代表了他的那个爸爸 去管理了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给了他一个 很强大的存在感 以致他要面对一些情感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戏里面非常好玩的 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女性的一个处境 对 就是一方面非常有能力 可是另一方面 他没有情感的能力 做了那个原本家族中 期望的出生的那个男孩做的事情 对 其实现在很多女性也是在做这个社会 希望男性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男性因为各种原因都离开了 我们现在常常都说 其实中国文化里面 我觉得蛮常见的一个现象 叫缺席的父亲 就是父亲通常生了这些小孩之后 因为他要追求自己的自由 不管是情感的还是自我的 他就把小孩跟太太留在那边 然后这些留下来的妈妈跟儿女 就要去面对这个缺席的父亲 以致我们失去了一个所谓的 父亲的一个模范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单单身的家庭现在是很多 也并不是说单亲的家庭一定就不幸福 可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更长的时间来看 因为他改变了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传统的 所谓家庭的那个结构吧 所以这个大姐她发生什么事 好像剧情最大的张力就在 所以好她结婚了 但是她面对她底下的三个妹妹们 对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其实这个编剧黄勇斯 她是非常有数学头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用了很多三的结构 来承载这个戏 比如说她有三个妹妹 而且这个戏里面她有三个男人 那这三个妹妹呢就代表了三种 你可以说一个女性通常会有的选择 所以变成这个大姐 其实在面对这三个妹妹的时候 也就是在面对 为什么她没有做出那些选择 以致她对这些妹妹的现状 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 然后她瞧不起她的妹妹们 对 不喜欢她们所做的选择 也许是她人生里面就原本我可以有 但是我没有 对 是这样子的缺憾 这其实也是羡慕基督痕 因为一个妹妹呢 就把自己放到外面这个世界去流浪 然后就跟很多男人发生关系 那第三个妹妹呢 就是一个从来不离开家 她最爱的那个东西 就是她自己的日记本 变成是一个半封闭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第四个妹妹呢 就是尽量很快离开这个家庭 通过结婚 然后她就每天回来 炫绕她的那个婚姻生活有多幸福 可是她常常就待在这个家里 也没有多少人见过她的老公 所以她是面对这样的三个妹妹 对 然后她有三个男人呢 一个就是新郎 对 那我们最后才讲这个新郎 我们先讲这个新郎的对面 就是这个你可以说大姐的第一个男人 是她的初恋的情人 也就是她的前度 那她们原先差不多要就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呢 她们就没有发生过应该发生的那个情侣的关系 因为那个关系在那个大姐来讲呢 就是一个条件 所以这个男人一定要达到某一个阶段 大姐觉得满意的时候 她才会把自己给她 但是到最后这件事情没发生 变成两个人的一个心结 所以那个前度后来终于达到那个大姐 认为她应该有的一种身份跟地位的时候 她要回来报复 然后第二个男人呢 就是现在这个大姐的公司里面的 比她稍微低一层的一个高层人员 然后这个大姐对她是有感觉的 可是因为权力的关系 所以她也搞不懂到底她对她的感觉 是来自情感还是权力 然后第三个就是新郎了 那新郎是怎么样呢 就是比她年轻 对 而且跟她完全相反 这个戏里面有一个台词 大家是看过的观众蛮喜欢的 就是当新郎去向她求婚的时候 带给她的戒指 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某一个品牌 大家都最喜欢的那种 而是她自己做的 七一开头的品牌 对 是她自己想出来的一个 这个她认为人类有史以来 最能够代表爱情的这种 坚征的一种物质 造成的两枚戒指 那我觉得观众到剧院去看 大家会觉得蛮好玩的 那所以这三个男人在他身边出现的时候呢 就变成是他的过去 现在未来 对 团团转 所以他到底要选择过去 未来还是面对现在 对 因为我是来这个离婚的家庭 也就是说 我能看到一些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会导致他们会毗离 这变成说我是超级的独立 那这个独立就会让我找到一个位置去看 或许去听 并不是说人家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对 所以我选择了戏剧 作为一个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人生经验 其实我们在看林毅华导演的 各个不同时期的作品 像我们去年才看过《红楼梦》 然后再早一点 还有《包法力》 《三国》等等的这些作品 我们都从导演的眼中看到了 你怎么去看经典 那这次这个是一个原创的作品 我们非常想要知道 导演对于婚姻 对于女性处境 你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是来这个离婚的家庭 也就是说 我能看到一些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会导致他们会匹离 那匹离之后 我自己成为一个离婚家庭的小孩的话 那我用什么的一个模范 来作为我人生追求的一个对象 或许我没有东西可以 就是复制 我没有东西可以学习 这变成说我是超级的独立 那这个独立就会让我找到一个位置去看 或许去听 并不是说人家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对 所以我选择了戏剧 作为一个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人生经验 那我想离婚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以至后来我跟编剧黄勇士在谈到这个戏的时候 我是在爸爸妈离婚之后 我是跟爸爸住的 所以我并不是那个跟妈妈在一起的那种小孩 因为 老远他说几岁 12岁 懂事了 非常懂 对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小孩 因为我就大概八九岁 我就看穷瑶了 所以不可能不懂事 没错 对 尤其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是没有所谓青少年文化的 就是青少年 他其实是直接压缩了 我直接从儿童变成 大人是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是是是 所以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 我就一定去劝我妈妈说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怎么想 你可以怎么看 或者怎么样 就是当然如果你现在重放 那些片段 我会觉得很尴尬 可是起码那个时候 我不是站在那边说 那我怎么办 以后谁照顾我 不是这样 那可是在这里 也许就有机会让我看到 比如说离婚之后 妈妈怎么去适应 这个突然之间 虽然他本身也蛮独立的 可是情感上面 我觉得没有那么独立 所以他对我们小孩 其实还是有一种历恋 对 所以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 我觉得 我看到黄勇士 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他处理妈妈那个角色 蛮有趣 因为他处理妈妈 那个角色 用一个象征的话 他是后来就是一个 疯了的女人 因为他把自己 关在一个阁楼上面 可是当这个戏 发展到后面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这个所谓疯 或许这个所谓的关闭 是他选择去给自己 一个现实 他自己创造一个现实 他无法面对外面的 这些冲击 他就创造一个现实 把自己放在里面 那个是安全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代人 最能认同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 我遇到大部分的人 他们不是风的 可是那个 comfort zone 就是那个最舒服的 那个最安全的地带 那个舒适圈 对 舒适圈是每个人 最最最不愿意离开的 可是当你不愿意离开 这个舒适圈的时候 你的世界也就只能停留在一个时间里面 所以我觉得你问我说 对婚姻对家庭的一个看法 我最直接的说就是 其实幸福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未来 对 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讲 他反而觉得幸福就是让我能够永远停留在过去 别人怎么幸福 我就怎么幸福 并不是说因为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感觉的时候 我敢去开创一些未知 幸福没有给你勇气 对 幸福让你留在过去 对 所以变成大家常常觉得说 结了婚之后问题来了 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是以前那个样子 他并不知道说这两个人 如果他们要往前走的话 其实是要有足够的那个预示能力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后他们才会再有新一波的幸福 然后再有再新一波的幸福 好 我们刚刚其实在访谈之前 跟导演聊到 我觉得导演非常了解女性 做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那我怎么回答你 你说我本来就是女生 对 我就是女生 对 导演好像从小也是在女生堆里面长大 是是是是 家族里面有很多的女生 对 因为我爸爸是排第十三 然后上面都是姐姐 然后我妈妈呢 就是我有两个舅舅 然后他家族里面姐妹非常多 所以我都是在姑姑跟阿姨的那些生活里面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都有原因 为什么我会看得到《红楼梦》 或许为什么我其实对《红楼梦》 或许对贾宝玉有这么强烈的感受 我都觉得导演讲到这个这句话说 我脑中就有一个想象 但我觉得《约莫》林依华小说也是另外一种家宝云 在众人的疼爱 被惯坏 对 因为我是大儿子 所以你就是第一个公仔 就是讲出来的话 就是因为那个弟弟 最被宠的弟弟的第一个儿子 然后那个姐姐的第一个儿子 而且我妈妈是她家里的姐妹里面的第一个生小孩 所以我的阿姨阿姨妈 宠爱的 没办法 对 差不多还有两周多一点点三周的时间 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 突然得到一个疾病 所以就过世 那她走了 那我就跟银轩说 我说银轩不会有布景了 对 只会有一个空间 你要让我们看见你看见的这个戏发生的 而且变局还写了一个古堡 所以银轩你是个古堡 你能让我们看到古堡吗 对 对 谢银轩是导演的这次这出戏的女主角 她这次刚好也获得了金钟奖的提名 我想要请导演跟我们提一下 你觉得谢银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演员 我第一次见到银轩的时候 那个第一眼我到现在都非常非常记得 我是到北一大 去看黄先生老师到的樱桃园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台上的演员是谁 可是今天也蛮好玩的 好像那个舞台上面 当时大家就一直告诉我说 谁是金琴 金琴就是那个之前演铁子 对 那除了金琴呢 那然后当然大家也告诉我说 你要看黄建伟 因为这个戏里面他是男主角 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出场 然后她呢 在这个角色上面做了一个小的东西 也许并不是每一个樱桃园都有的 就是她变了一个魔术 然后她在变那个魔术的时候 我觉得她蛮有趣的 因为她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做那个东西 所以我突然之间在她的身上看到某一些真实 那个真实不是一个戏剧里面设定的一个桥段 或者怎么样 所以她在变那个魔术的时候 突然我就看到 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点的成就感 有一点点的得意 有一点点的尴尬 就是我就突然之间 我就没办法再跟那个戏了 我就开始跟她看 然后看完了之后 我就一直在问她是谁 那那个时候 大家很流行谈林志玲 那我就看着她 因为还蛮远的 然后我就从她的整个肢体 脖子的长度 然后我就说 那个林志玲 那个林志玲 那然后我就问能不能介绍 然后可以合作 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 第一次我们在陈炳 陈炳书店演了一个叫做 班亚民作爱计划 我是第一次认识她 然后到巴法黎夫人的时候 她就很被记得 对 她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亮眼的女演员 这两年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 然后卖作也非常好 所以导演觉得她这次在这个恨嫁里面 演这个大姐的角色 她有没有赋予这个角色一些 你觉得看起来也很亮眼的元素呢 因为她是演这个大姐 然后她是演一个新娘 但是这个新娘 她又在一个这么矛盾 跟复杂的一个处境里面 所以蛮明显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量身定造的这样的一部戏 它是个原创的剧本 对 那所以我是觉得对她来讲 应该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她在舞台上的时间又非常长 而且我们这个戏有一个特点 也是这个戏对我来讲意义特别大的地方 我们在排这个戏的时候 差不多还有两周多一点点三周的时间 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 突然得到一个疾病 所以就过世了 她走了 对 然后发生只不过是三天的事情 那原先那个布景 她还在画 就是马上要送过去要做了 结果那个布景就停在 她的书座上面 没有完成 我是礼拜四知道她要进医院 然后她是礼拜天走的 那所以我要在三天之内 要解决到底这个布景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布景 那我看着我们彩排的那个空间 我就对我的技术总监说 我说我们就只做一个小的舞台 然后让演员一直都做两边 看看我们这个戏能不能演下去 那我就跟盈轩说 我说盈轩不会有布景了 只会有一个空间 你要让我们看见 你看见的这个戏发生的 而且变局还写了一个古堡 所以盈轩你是个古堡 你能让我们看到古堡吗 对观众来看 就可以看到谢盈轩的本事 好总结来说 导演你会希望你在恨嫁里面 你想要跟观众说什么 她或许这四个女孩子 或许包括妈妈 这五个女性 我觉得他们在某一个角度上面来讲 都是被仇敬的少女 我在读那个西姆迪波娃的第二信 我看到第二章讲少女的时候 我是非常有感觉的 因为只有少女是最有创意的 可是我们的文化又一直最打压少女 最物化少女 就是把少女的梦想 或许少女的那些郁闷 或许少女的各种的思潮 永远就只是把它廉价化 为什么少女是很重要的呢 因为她们才是最敢做梦的 因为男生你是少年的时候 你的梦想必须要连接到 各种非常务实的事情上面 但是女生可以去幻想爱情 可以去幻想爱情的冒险 然后这些都是情感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耕耘来的 就是如何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慢慢通过你的生命去实践它 所以我常常说 我完全不介意 我一辈子都是一个少女 因为少女 真正就是我们所有的智慧的癥结 一个Crystal来的 那可是这个戏 我想说妈妈有她的少女情怀 大姐 二姐 三妹 四妹 全部都有 可是我们就看着 她们的少女是如何被杀死的 或许如何被关起来的 或者如何崩坏了 以一个非常扭曲的状况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对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看到的是装少女 装可爱 对 我们就是把那些少女的表征 完全放大 我还没去看我的少女时代 但是我是会去看的 然后少女这个东西就变成只是一个可以被消费的东西 真正的那些少女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都就是通过这些被消费的东西 让大家没有办法自己去开恨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林依华导演来节目里面 跟我们分享恨嫁家族 然后我们也希望永远的少女导演 林依华一直有不停的很好看的作品 然后我们年底也会去捧场恨嫁家族 跨年喔 跨年 对 真的 那我们跨年去找你喔 好啊 好啊 谢谢